面对庞娟四个羞辱性的问题 张仪是面无韵色 淡淡的诱问 第五问呢 庞娟闪笑一声 接着说道 张兄真还是个急性子 听闻张兄与秦人有杀父之仇 修母之恨可有此事 庞娟刻意地将逼字改为了修字 静观张仪的反应 有 哎呀 如者众你有云哪 夫之仇 夫与共戴天 这又加上修母之恨 哎 在下今日方知啊 张兄是真正不容易啊 为了这个功名利禄 投身世仇 将杀父之仇 修母之恨 全都豁出去了 说到这儿 庞娟又出了几声长叹 摇着头阴阳怪气地又说 接呼 张兄 直呼 不直呼 张仪没有接枪 也没生气 两眼眨也不眨地盯住旁卷 张兄 不觉羞乎 张仪微微一笑 轻轻摇摇头 张兄 不觉耻乎 张仪又是一笑 依旧摇摇头 庞娟猛地变过脸色 声音皱冷 端起茶杯 做赶客之事 张兄面皮 竟然后知此祸 张仪摸了摸脸皮 依旧挂地笑 庞兄息怒 这张脸皮若是不厚 怎能分给他人呢 分给何人 分给庞兄你呀 庞娟一震 两眼直射过来 分给我 我怎么了 张仪指向庞娟的脸皮 庞兄一切好好的 只是 此处没皮了 庞娟保怒 阵机一字一顿道 姓张大 此言可有说辞 咬咬咬 该到张仪来神了 他摇头晃脑地说道 身为无敌将军 率六国之师 攻一国之门 门未破 六师 却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敢问庞兄 身为主帅 脸上可有皮活 庞渊手指的张仪 脸色惨白 气急了 还有 张仪不紧不慢 一扬顿挫 却震聋发聩道 不听六相劝言 一意孤行伐秦 却看不出 齐楚二王早有勾结 皆欲卖威吗 竭力怂恿人主涉嫌 身为一国主将 庞兄脸上可有皮活 庞娟的手 哆嗦起来 全身也在剧烈的颤动 声音 却因过于愤怒 全被堵在嗓子眼里了 张仪 淡淡一笑 拱了拱手 庞兄 再下此来 既不畏揭短 也不畏送长 只为送给庞兄 一张面皮 还望庞兄笑呢 庞娟 总算是蹦出一句话来 两眼似是要冒出火来 是和面皮 连横啊 庞渊显然是首次听说此名 目光征询 连横 啊 就是与在下合作呀 祝在下说服魏王 与大秦 结盟 目邻 这与连横何干 庞兄不是善意吗 齐局 有纵有横 苏秦诱惑列国合宗 你我兄弟何不联手 给他来个连横呢 庞娟爆出了几声长啸 是狐狸终归会露出尾巴来的 张兄这绕来绕去 总算是绕到正蹄上 庞娟脸色一沉 鹰鼻一勾 声音如从牙缝里挤出 念你是远方来客 念你我同窗数载 在下就不给你难堪了 说着 他服查 起身 打喝 来人呐 送客 不及张仪起身 他镜子 从偏门出去了 张仪冲他背影 苦笑了一声 缓缓地站了起来 摇了几下头 一步一晃地走出了客堂 自庄州来过 魏惠王的病情竟是好了 吃得香睡得着 起得早 走得动 完全像是换了个人 然而旧病虽去 新兵 却又来了 惠王无论睁眼闭眼 庄周衣不遮体的 邋遢样子 总也挥着不去 惠王在后花园里 绕来绕去 时不时地嘟弄这么一句 神人哪 真是个神人哪 惠王病愈 疲人的心情是最好的 呵呵地乐着 陛下 叫老奴看 庄先生不是神人 是个怪人哪 不过他的学问倒是大呀 难怪惠大人 对他这般恭敬呢 听到学问二字 惠王来神了 大不流行地走向了藏书室 与疲人一道 寻找庄周的著书 藏书室太大了 书架太多了 没过多久 二人进阶查得累了 疲人吩咐宫女 端来净水洗一挂 扶着惠王正殿歇息 召来太史令 由他腰号二十几个十字的换臣 将所有书架安排的检索 直忙到天昏地暗 仍未查出一册庄周的著书 太史令告退 惠王是郁郁不乐呀 疲人小声地揍道 陛下 一货庄先生未曾有过著书 陛下书房收录也是全的 列国世子 凡有名者无不在策 唯此庄周 惠王再次看向了一排排书架 叹出了一口气 显然 对未能收到庄周注数 甚是不快 数月来 惠王不愁 疲人身边压了一大堆的暴揍 于是这想 趁势将他扯回现实 于是笑道 也许 庄先生只是能说而已 不过 是惠大人请来 为陛下疏怀的 惠王点了点头 你讲的是 自古圣人 恕而不住 庄周 乃当是圣人也 圣人 无不通晓天地之道 治国之术 陛下何不再照庄先生觐见 以国家之事问他 庄先生是否圣人 疑问可知已 嗯 是的 寡人正好憋堵这些事 传指惠爱卿 有请庄先生 一日卯时 惠师在引着庄周进宫 惠王在御花园里 摆下了宴席款待 久过数旬 惠王成静地拱了拱手 前番听先生 如闻神人 魏英里外皆赞 久病之躯 顺时全愈 犹如脱胎换骨 先生 实为超凡脱俗雅士 魏英 却是俗人 有俗士 与累先生 还望先生 不吝刺交 庄周一不磕头 拱手还礼 笑着望着他 大王 欲问何事啊 寡人 承继先祖之夜 数十年不敢懈怠 然则 西有嬴士亲我 东有田士儒我 北有赵士坑我 南有熊士骗我 叫我这心中憋闷 事可忍 孰不可忍呢 敢问大王 他们是如何亲你 辱你 坑你 骗你的呢 诸事一言难尽 就眼前之事 嬴士杀我八万将士 夺我何惜不还 为收复何惜 未应听从苏秦 何纵伐秦之策 集六国之兵于韩国 其料事出变故 烟齐交恶 率先撤兵了 楚人官望不前 赵人通秦迈我 致使我功败垂成 憋屈至今哪 庄周笑得前仰后合 惠王让他给笑懵了 梁九方问道 敢问高氏 魏英之说好笑吗 好笑 好笑啊 庄周又笑了几声 轻声问道 大王可曾听说过 窝人之诗 窝人 灰王摇了头 就是住在 蜗牛头上的那些人呢 哦 惠王两眼大睿 窝牛之头 上面 咋能助人呢 囊 囊囊囊囊啊 庄周语气沉定 毋庸置疑道 蜗牛有两只触角 左脚七居一国 名换畜士 右脚七居一国 名换蛮士 两国未争蜗牛额头一块地皮 激战数日 浮尸百万 血流飘处啊 慧王顾不上较真 急于询问结果 殊胜殊败呢 蛮士生 畜士败 蛮士追逐畜士败族 寻有五日 方才返还呢 乖乖 慧王惊叹了一声 闷头细响 扑车一下笑了 先生 你这想必是虚言了吧 哦 这么说来 大王是想听实言了 呃 愿闻实言 请问大王 四方上下 可有止境啊 呃 没有 天下之欲 可有止境啊 呃 有 大王之心 可是自由 可是自由 是 如果大王的自由之心 一会儿 遨游在无止境的广雨里 一会儿又局限在 有止境的天下里 是不是会有一种 若存若亡 若得若失的感觉呢 慧王闭目良久 微微点了点头 嗯 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的 在这个有止境的天下里 有一片地方 叫魏国 在这个魏国里 有一片地方叫大梁城 在这个大梁城里 有一片地方叫王宫 在这个王宫里 有一个人叫大王你 是不 是 推而广之 大王与那处世蛮世二军 有何区别吗 这个 慧王挠了挠头皮 好像是 没有区别 这就是了 庄舟说着 合起了眼皮 殿中静默了 显然 在场诸人 皆被庄舟套进了 这个触满之争的 有趣的故事里了 慧王率先出套 成敬拱手 先生真是神人也 先生着实 非俗人可及 魏英有意求 恳请先生成全 大王请讲 魏英财书 诚心求败先生为国师 恳请先生不弃 庄舟仰天长啸 先生 一直闭目 明思的会师 开口了 陛下 有所不知啊 就在不久前 楚王 求聘 庄舟为国师 宋王 求聘 庄舟为国相 庄舟至此 正为躲避 二军之聘呢 哦 慧王惊恶了 不解地看向了庄舟 先生为何躲避呢 庄舟淡淡地应道 吾他 不利于养年呢 哦 养年 慧王来劲了 长息了一口气 轻声问道 先生可否刺舟 何以养年呢 弃之 弃之 慧王迷惑了 众人皆在求之 无之何以养年呢 生也有芽 而知也无芽 有芽随无芽 岂不荒唐吗 是啊 慧王思寸了一时 竖起了拇指 先生所言成礼 除弃之之外 还有何方啊 弃善恶 这 慧王又迷惑了 弃善恶 倒是可解 弃善 从何说起啊 福祸相依 善恶相随 无善 则无恶 若不弃善 何以弃恶呢 是 是这个礼啊 慧王恍然有误 轻身向前 还有否 顺天之道 应人之命 是为天人合一 大王 若是做到天人合一 可得永年以 听到永年二字 慧王又吸了一口长气 眼中冒出了光了 寡人 不不不不 魏英 如何方能 做到顺天之道 应人之命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